第一不管就是不管男人的去向,男人有自己的事业,有工作上的应酬,有朋友间的交际,再加上自己的喜好,想要自己的空间,应该让他自由,但也要提醒他每次挽回给家里报个平安,免得自己瞎担心和猜疑。 第二不管是不管男人的钱包,男人有自己赚钱的能力,就有自己花钱的权利,男人钱包里有足够的钱才有尊严,要懂得给男人留点面子,只要他能给你足够花的钱,就不要有过多的意见。 当然,他愿意让你做财务大臣,你就应该懂得如何去持家,管好家中一切财务风险,不要等到急花钱时才发现囊中羞涩。 第三不管就是不管男人的信息,手机和QQ是引起夫妻间矛盾的罪魁祸首。 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隐私,他不愿意告诉你所谓的秘密,只是不希望你乱想,误会了又不开心,也算是善意的谎言吧。 其实很多误会都是由于女人过度的敏感。 本来正常的交往却被你密室了,他心里会感觉非常的别扭。 一个有责任心的男人,应该相信他会和女人一样,一切以家为重。 偶尔的思想出轨是正常男人的行为,即使有个红颜知己,也别促劲太足。 那样更能证明他是优秀的,有魅力的,当初自己的眼光没有错。 女人内心要阳光点,自信点,开心点,才能更有魅力吸引住男人的心。 没有一个男人喜欢累了一天回到家里,还要看女人的脸色。 那么女人应该怎么做呢? 第一就是管住自己那张樱桃小嘴,不要在男人面前说他家人的不是。 每个男人都会把自己家人看得比老婆更重,老婆可以选择,父母没得选择。 这是真理,老人即使在座都要孝敬,要能做到爱屋即屋,对待公共婆婆,要像对待自己父母一样。 第二是要懂得装糊涂,糊涂女人才幸福。 女人不要太强势,在外多给男人留点面子,学会睁只眼闭只眼,有的东西让男人去做主吧,特别是他自己家里的事。 幸福掌握在自己手中,别指望别人来施舍。 不要用金钱来衡量幸福,有钱人不一定是幸福的,要知道知亏是福,连世事都想占上风。 第三点是要有危机感,别老给男人脸色看,看多了他就不愿意回家看了。 假使温馨的港湾,要让男人喜欢停靠,适当地修饰一下自己,别做个黄脸婆带不出去,别只会玩游戏,打麻将,一帮朋友瞎逛。 要管教好孩子,别连小学的孩子都无法辅导,做个贤妻粮目,男人才不会轻易把你换掉。 第四点,要懂得珍惜青春。 女人的青春能有多少年,不要轻易地挥霍掉了。 如果你不进步,不学习,不工作,又不提升内在的修养,他周围的才女,美女便会成为你的威胁。 不要停留在现状,满足于被养,不断地学习才能充实自己,内在美,才是真正的美。 第五点,要有自己的事业,赚钱多少不重要, 重要的是,不用每天面对四臂墙,跟社会脱节,有心事,没地方倾诉,只会在家里看谁都不顺眼。 身体慢慢地肥胖,体质渐渐地下降,由于在家说话少,交际少,用脑少,记忆力越来越差。 第六点,就是要学会做家常菜,不指望学大厨,至少要和家人的胃口。 点个赞,再分享出去嘛,爱你哦。